我們大家要重視的 要關注的是當天 我們中常會請來演講的這個主題 是關於氣候變遷 是關於能源轉型 這也是我剛才一再強調的 我們要政府重視 因為我們重視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才會請專家來中常會演講 謝委員或者是其他中常委的發言 我們都尊重 但是不要歪樓了 我們要回歸到整個我們中常會 那一天開會的主軸 那孫中山國父的確 他在過去就重視我們環境的永續 他有自然資源的利用當中 也強調到能源跟資源利用的公平性 以及永續性 所以國民黨在這方面 過去我們執政過 現在我們在野 我們持續重視環境的議題 聽得出來不管是潘老師 不管是幾個環保團體的代表 他們都是非常理性 而且很願意溝通 並且拿出真評實據的數據 但是很遺憾是看到昨天總統 這邊跟環團會面 到最後是沒有任何的一個結果 甚至總統府發言人還是出來一味的 表示說這個溝通 不是一味的堅持己見跟立場 一樣的話 我想也可以請教一下 總統跟現在的執政黨 你們過去到現在 一味的堅持自己的立場 不也是另外一種 不願意溝通的表現嗎 再者 其實現在全國國人最在意的 應該還是 如果不蓋三接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是不是台灣真的缺電 一定要蓋三接不可 過去到現在 最近一次2019年 蔡英文總統都還講過 台灣其實不缺電 要不要向全國人民 好好說清楚講明白 先向過去自己所說的話道歉 也難怪潘老師 他會覺得心情很沉重 我在想說心情沉重 不只是潘老師 是所有關心藻礁議題 關心台灣未來環保發展的人 都心情非常的沉重 大家心情不沉重 就是因為你們總統府在惡搞 然後完全沒有誠意 你知道 他現在說你們沒有 就是心情沉重 是因為感覺心胸不夠寬 你放寬心就可以了 他現在變成了一個 心靈雞湯老師是不是 我想說我們總統府 發現的角色很多樣 我覺得真正要做的是 你執政者你要怎麼做 才能夠讓老百姓放心 寬心 而不是你要叫他自己放寬心胸 什麼事情就看在眼裡 當作視而不見 這個是總統府 要我們民眾做的事情嗎 然後我們在理會 你這麼說 兩者 我找你 你 你 我